60岁的应照女郎和客人商量 自己正在立架期间 能不能用特殊方法服务 但真实情况是她已经生病了 却迫于生计要继续工作 客人也没多想就答应了 于是女郎打开暧昧的红色灯光 蹲下身子开始工作 这是一个特殊而边缘的行业 不再年轻的女郎们在公园里询问老头 要不要来一瓶保家式 表面上是推销饮料 实则推销他们自己 素因风韵油存又技术过硬 算得上行业翘楚 生意一直不错 可这终究收入微薄 她没有房子孤身一人 即使生病了也得继续工作 素因找上一个男人 两人谈妥价钱去了宾馆 可是男人却趁她不注意放了摄像头 素因敬业地准备开始工作 男人却阻止了她 坦白的自己其实是想要拍摄一个纪录片 关注韩国在贫困中挣扎的老年人 对象就是素因这样的老年性工作者 素因文言马上起身拒绝 谁愿意将自己的伤疤接给人看呢 而且这还是一个群体的伤疤 她还打算继续在这行混呢 素因的日子已经举步为奸 偏偏又遇上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她的母亲是移民 还因为伤人入狱了 心软的素因将孩子带在身边 出去工作便麻烦邻居和房东照顾 邻居没空就只能自己带着 她在楼上工作 便把孩子委托在前台 素因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孩子 胆怯的男孩也终于接纳了她 两个寂寞的灵魂还是温暖了彼此 可是素因失业了 因为同行发现了她生病的秘密 然后大肆传播出去 没有人再找素因服务了 她尝试换个地方 谁知道正好碰上个正经大爷 人家是真想谈恋爱 看出她的身份后骂了一句转身就走 素因只能重新物色对象 一个独自哭作看风景的老头 素因凑上去感慨一番人生不易 想要引起共鸣 谁知对方可不是孤寡老头 人家只是坐着等老婆而已 素因吓得窜起来就打算溜 更倒霉的是发生了 这个老婆正好是文姬的旧相识 一眼就认出了她 他们曾一起当过杨公主 其实就类似于未安抚 原来素因曾经与一个黑人相恋 对方却抛弃了她 剩下的混血孩子也只能送去孤儿院 素因又偶遇了一个老朋友 她随口问起很照顾自己的老主顾 却得知对方中了疯 已经在医院躺了一年了 素因赶去医院探望 对方见面便向她道歉 说自己身上味道肯定很难闻 可见没少被家人护工嫌弃 儿子一家四口对她很是不耐烦 难得来来看望也是例行公事 毫无温情 老主顾连独立吃饭清洁都无法完成 连死都不能自己决定 她哭着哀求素因帮她结束生命 素因没有立刻答应 思考了一晚上后 她做了决定 60岁应照女郎给病人灌下毒药 冰死的老人却努力地向她道歉 因为她身患重病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子女之想把她这个累赘丢给医院 对她来说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 素因完成老主顾的委托 失魂落魄地走出医院 但生活还要继续 她还得接着工作 这次的服务是在树林里 工作结束后却又遇见了那个导演 她还是不死心 想拍摄关于老年应照女郎的纪录片 素因也再次拒绝了 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很丢脸 并不想将这样失败的命运适于人前 在导演的死缠烂打下 素因还是心软了 坐在长椅上向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她进场打过宫 又听信能赚大钱的传言去当了杨公主 如今无依无靠 也不愿意去捡垃圾扫大街 所以才选择继续这种省力的工作 导演给了一笔钱作为报酬 素因也很自然地收下了 马上就去给她收留的孩子买了炸鸡 她在店里看见一个驻韩美军 而且施亚飞混血 就如同素因的儿子一样 她忍不住主动上去搭话 士兵的母亲是韩国人 父亲是美国人 在她出生后母亲就被抛弃了 接着母亲又遗弃了她 这也和素因的儿子一模一样 素因还想开口 却被店员打断 等她拿了炸鸡回头 对方已经离开了 她追出门只看见对方所坐的车离开 或许男人认识素因的儿子 甚至就是她的孩子 她提起老主顾的去世 虽然死得有些蹊跷 但是儿女没有调查更没有事件 只是草草安葬 没有人会怀疑素因是杀人凶手 但她的表情却依然凝重 或许她更希望对方的儿女追究 这样至少证明老主顾还是被在乎的 但是没有 素因向朋友坦白是自己动的手 虽然惊讶 但朋友没有责怪素因这个帮凶 反而带她去见了另一个老人 她也是孤身一人 住在破败狭小的房子里 还得了老年痴呆 不久后就会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 连最后一点尊严都无法保留 朋友想让素因帮忙 就像帮老主顾一样 让这个老人解脱 素因一开始是拒绝的 她又没有什么特殊的癖好 即使是得到对方同意 那也是自己动手杀的人 但是面对绝望的老人 心软的素因又妥协了 三个老人人来到山上 打算伪造成失足坠崖 他们先是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像是不知从哪里开始 素因甚至希望这一刻能够无限延长 但是决定已经坐下 他们不会回头了 朋友站起身让二人独处 素因即将第二次杀人 也是第二次救人 60岁老夫人竟将朋友推下了山崖 她吓得不停颤抖 连回头看一眼都不敢 但迫于对方的请求 她还是这样做 因为老头也是孤身一人 还得了老年痴呆 于是主动求她帮自己结束生命 素因神情恍惚地走下山 她无法拒绝重病老人的请求 也并不后悔 但是生活悲哀的真相 让她倍感无力 唯一让她稍感安慰的是 当初她擅自带走小男孩 险些面临诱拐的指控 好在误会解释清楚了 负责的部门还同意 让她继续照顾孩子 素因带着男孩 去见看守所里的母亲 好消息是男孩妈妈 再过十天就能出来 坏消息是素因将 失去男孩的陪伴 素因在桥洞下发呆 她还没有做好 再次孤身一人的准备 正在此时 朋友打来电话 提出和她约会 素因觉得新奇得很 欣然同意了 他们约在一家高档的西餐厅 素因还在担心开销太大 朋友却说今天不需要在乎这个 然后非常自然地问素因 今晚可不可以不回家 两人来到宾馆继续聊天 朋友的独生子早逝 妻子也在几年前去世了 如今也是截然一身 素因想到了自己 未满周岁就送人的孩子 这些年愧就一直折磨着她 素因以为朋友肯定是需要服务 所以才有今天这个约会 但出乎她意料的是 朋友没有这个打算 而且她也这个能力了 但她约素因的确另有目的 前两天是妻子的忌日 这让她更加感觉到孤独 也坚定了一个念头 她不想孤单地死去 朋友拿出安眠药瓶 分了一颗给素因 不等她阻止便将剩下的吞了下去 她希望在死去的时候 有人能陪在她身边 这样她能走得安心一点 事已至此素因也只能接受 她僵硬地吃下药 然后两个老人和一而眠 等到第二天清晨 素因睁开了眼睛 旁边是早已冰冷的朋友 她看着朋友的尸体 哀气地落下泪水 不只为了朋友的离世 也为了这无望而孤独的人生陌路 素因独自走到一座佛寺 对着佛像虔诚地许下愿望 然后准备捐一些香火钱 却发现朋友将全部身家都留给了她 素因没有全部收下 只留下几张钞票 此外都放进了功德箱 这是不属于她的钱 就让佛祖赐福给更多人吧 素因回到家 拿出一张成就破损的照片 是当年和那个黑人士兵 以及孩子的合照 士兵的部分被她撕去了 或许是因为被抛弃的愤恨 但是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她拿出给男孩买的衣服 这是用朋友给的钱买的 接着又找到了好心的房东和邻居 约他们去郊游 四个人如同常见的四口之家 享受着一个寻常而幸福的假期 还拍了一张合照 就像是全家福一样 他们正吃着烤肉 却听见电视里的新闻报道说 一名独居老人被为是安眠要致死 正是素因的朋友 但是警方将其判定为他杀 而且还将监控中的素因 当成了嫌疑人 房东和邻居吐槽着 怎么能为了那么点钱就杀人 而素因则有些无措 他没办法承认那个人就是自己 只能说其中或许有不为人知的内情 然后假装无事发生 但是警察也已经发现了素因 他们还在舞厅欣赏着房东的表演 警察就直接带走了素因 他平静递上了警车 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 似乎对于被捕毫不意外也毫不介意 还要了根烟抽 只是在发现下雪后 素因询问警察能不能让他春天在坐牢 因为他太怕冷了 被拒绝了也没关系 素因转念一想监狱也不错 他去不起养老院 眼看都要活不下去了 监狱好歹包吃包住 素因没有杀人却认罪了 顺利过上了包吃包住的监狱生活 但是里面的日子也没那么好过 不久后素因就去世了 或许因为疾病 也可能是自杀 但是这没有人在意 因为没有家人 素因的骨灰被集中放置 或许这是唯一值得高兴的事 他的周围终于有了那么多同类 天堂的他一定不会再孤独了